好 这也非常的离谱 这是在台北市非常热闹的东区商圈 被民众目击 有对男女躺在地上 男生还做出猥亵的行为 路人是赶紧录影搜证 而且上前制止 而且认为这女方看起来是喝醉了 很担心女生的人身安全 不过他们也痛批这个园警到场之后呢 却让男生送女生回家 感觉太危险了 对此警方就回应了 到场之后 两个人说是朋友互相认识 但是全案还是依照了防害风化 来送办 男子把一名女子压在地上 做出不雅动作 被目击民众制止后 还理直气壮 一点都不觉得哪里有问题 更强调只是朋友 监视器画面也拍下 两人一开始站在电线赶旁 后来直接躺在路边 脱续行为把一堆民众吓傻 因为事发就在二十三号晚上十点多 人来人往的台北市东区摆货门口 夸张行进让网友寻起激愤 要找出男子 但目击者指出警察到场时 竟是让男生送女生回家 这真的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吗 很自责 没办法救这个女生 当时警方到场认为两人意识清楚 对方也互说都是朋友 本来就认识才会让男生送他回家 根据了解后续女方也不打算提告 联系当时男子不愿再多做回应 但在公共场所趁酒意 做出不雅举动 不管认不认识 找错场合下坏民众 夸张行进也遭警方送办 华视新闻画面线杨超成台北报道 哈喽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